好久都没有吃面条了 今天小孩去读书了 我们两个就吃点面条算了 这个是两个人的面条分量 老板吃不吃我也不管了 我也不想去跟他炒菜呀 吃面归吃面 但是这个肉还是不能少的 准备一块二刀肉 二刀肉洗干净后 下入汤锅中把它煮熟 加入一点姜葱 料酒 盖上盖子 烧开后用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二刀肉煮来差不多了 下面把它粘出来 让它自然晾凉几口 锅里水开下入面条 面条煮至八分熟后用肉条捞出来 滤干水分后给它拌上一点熟的菜籽油 蒸子这个面条才不会全部粘在一起 然后给它放到一边让它自然冷却 冷却的二刀肉把它切成片 家庭条件不好的切剥一点 可以多捏两个 准备两根蒜米老婆给它配一哈 打斜刀切成麻耳朵 今天有点干的我们就不看动画皮了哈 锅里下入一点95号菜籽油 油温烧热后下入切好的二刀肉 这个二刀肉比较肥 所以只用放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二刀肉把油脂炒出来 炒至这种开始卷起的时候 下入点姜葱还有豆豉 然后来上一勺四川豆瓣 一条锅背糖 然后下入蒜米 快速翻炒均匀 香菜煮好这个面条也给它放进去 来上两地老抽 骨干酸辣 毛毛盐 大火快速把它炒匀 炒这个炒面一定要用筷子才能够把它粘得转 边炒边粘转 如果你不会翻锅就直接这样子粘就可以了 大约翻炒一分钟过后关火出锅装盘几口 我跟老板两个一人吃一碗 给老板整多点肉 吃饭了 炒面中的扛把子 回锅肉炒面就做好了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去告一下 非常的好吃 喜欢点点赞 不喜欢点免费看完就解散 话说老板端起另外一碗已经开干了 我也要开吃了 一定要回锅肉夹着这个面条吃三个一 除了香还是香 这有点油 肉才肥 油才肥 这吃什么 这个不吃 这块全肥的我就吃 香 大家记住在做炒面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它煮至八分熟和点油 它炒出来才不会成一坨 看窗外的月光 我还是藏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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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